Hello 大家好 今天穆sir打算和大家討論一個中國古代出色的科學家 而且他不只科學出名 可以說他是文學、理學和工學三方面都非常有才華的一位東漢人物 張衡 厲害 未講你也知道 張衡我們說他三科都存在 文方面他既有流傳千古的異經庫 既使罪事並諷刺時弊 理學方面他上知天文更加演算歷法都非常在學 而工科大家最出名的他有兩個機器 一個是雲天儀 另一個已經失傳 並且現在的科技都沒有辦法能夠做到他當時的技巧 那個叫做 預測地震的地動兒 沒錯 張衡出身於東漢時期 東漢當時他家族的背景原本是貴族 但當他出生時已經開始家道中落 他小時候過著非常清貧的生活 不過他個人很有上進心也很有好奇心 他當時十七八歲已經離開了自己家鄉 他希望去出外見識更多 開始去遊學 他家鄉就在南洋 離開南洋之後去了哪裡呢 他去了三富一大 三富這個名詞其實原本就不是在東漢時期 是出自於再早之前的西漢時期管理京畿一帶的三位官員 後來就泛指京畿附近的位置 而西漢的京畿附近其實就是今天的西岸 即是長安 是的 那時叫長安 這一帶可以說是當時東漢的一個學術中心 所以他在這段時間年青時期 在長安附近的所思所想 以及遊盡這個明山大村 亦都成為他後來寫這個流傳千古的二經庫當中一個重要的題材 當他結束了這個三富之行 他就去到當時東漢的政治中心 樂陽 是的 在樂陽之後他就去了當地的這個泰學繼續深造 那泰學可以說是當時整個中國的最高學府 在泰學能夠學有所成的人就有機會去做官的 即是好像現在那些大學一樣 那倒不止 整個中國只有一間泰學 應該比現在的大學更加高級 如果按照這個現代來比較 他應該像的是國家行政學院 因為出來的都是做官的人才 但是他不是學科學的 他不是 那時的學習並沒有一門專門去學習科學 不過後來我們說到他的生平 你會知道為何他會迷戀上了科學 而在這段日子當中 張衡也都在泰學認識到他一個生平的志同道合的好友 也都是後來東漢時期非常出名的翠縣 他都是喜歡科學的 不是 他是一個書法家 而這段時間的學習最終也都因為學有所成 這個仕途的大門也都是張衡打開 但是張衡對於這些官場上的仕途並不覺得有什麼吸引 當時他只是想學成後回到他故土 回到南洋 去到公元一百年左右 他回到他故鄉南洋 他就受到當地的南洋太守爆德的盛情邀請 希望他可以擔任主博官 主博官是一個什麼職位呢 其實主要負責文書工作的 因為文書工作的關係也都令到他在這個上任期間 完成了我們剛才一開始所說的 他在文學上最著名的一個作品 異經婦就是他在擔任這個南洋主博官的時候去完成 這個作品一共創作超過了十年的時間 可以說針對當時的時弊 更加是直言去評擊當時官僚系統的一些貪污腐敗的問題 並且同情一些底層民眾生活非常悲慘 所以可以說他是一個非常貼地的官員 而這個異經婦在當時的漢婦當中 也可以說是別樹一格 所以就一直流傳至今 當時東漢的大將軍鄧則看到這一首婦之後 也對他非常欣賞 多次想邀請他加入自己的幕僚 但是都是被張行所拒絕 過了八年之後 原本這個南洋的太守爆得就升官 入到京 即是當時的洛陽做京官 但是張行就沒有跟隨他這個舊老闆 反而是直接辭官 繼續鑽研他第二樣的專長 就是理學 張行辭官之後 就在家中就不斷開始鑽研這個理學 而當中他最迷戀的就是天文學和歷法 更加他會動手去製造一些機械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去到漢安帝的時候他又再一次被皇帝選中 邀請他入京做太史令 我們之前也曾經說過一集 是有一些外國人來到中國做太史令 那時是清朝 而太史令是一個什麼職業呢? 其實可以說是主要負責天文、歷法、地理等等這些事務 如果擺到今天來說 大概就可能是等於天文台台長 沒錯 還要不是香港天文台 而是國家的天文台台長 所以藉著這個職務之變 張行就開始再進一步去鑽研天文學和地理學 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的鑽研 他終於在這個任內寫了一篇名為靈獻的一本天文學的著作 當中他在書裡面就展述了他對於宇宙的生成和演變的看法 以及對於天地的構造和日月星辰之間的演進 有了一套自己的一套看法 這也是將我國的天文學推向一個新的台階 同時在這段時間他也寫了一本數學的著作 不過後世認為他這一本數學的著作 算網論就不是非常精準 他當時也有演算過這個圓周率 他當時計出來的圓周率是大概等於3.1622 這個圓周率跟我們今天相差都更多了一些 所以後來就真正把這個圓周率進一步改善的 是另一個中國科學家 周聰智 沒錯 除了這個數學的理論和天文的歷法之外 更加厲害的是動手製作機械的能力 剛才說到第一個就是混天移 混天移可以畫一個觀測天象的儀器 可以說它是聯合了混帳和混移兩個的物體去結構而成 外面是一個大型的球體 而這個球體上面也都相左有不同的星秀 尺度、黃度、行韻圈以及行顯圈等等 至於這個混移就是一個觀測的儀器 可以透過這個結構當中的規管 就可以看到分、彈、夜半鐘星 以及天體的尺度座標 即是好像望遠鏡 等同於現在我們拿著手機apps 放在天上大概會見到哪顆星 至於更厲害的另一個儀器 就是這個喉風地動儀 簡稱地動儀 這是能夠監測地震發生 以及地震方位的儀器 張衡之所以發明這個地動儀 一方面當然是因為它出於對科學的追求 而另一方面更加是因為它個人本身的官員職責 因為當時它做了太史令的工作 而東漢時期 中國又進入了一個地震頻發的時代 而當時上至天子大臣、下至黎民百姓 都以為這個地震其實就是上天事景 懲罰一些人 但張衡就抱著一個科學的態度來看這件事 他覺得這一切都是自然現象 如果能夠預先知道哪一個方位會有這個地震 其實就能夠盡快展開救災或疏散災民的工作 於是他就研究發明了這個地動儀 地動儀的樣子 大家都應該見過他的相片 這個儀器就是以青銅製成 形狀就像一個走磚 而外部八個方位各設有一核珠的龍頭 每個龍頭下面都會設置一個銅製的閃錘 一旦哪一個方位出現地震 相對應方位的龍頭裡面的龍珠 就會掉到那個閃錘的口中 而當他發明了這個地動儀之後 據記載去到公園的138年初 地動儀當時面向西面的一個龍頭 套了一顆珠到下面的閃錘 但是因為地動儀當時放在首都洛陽 而在首都的西面發生地震 究竟是哪一處呢 在當時生活在首都的人 完全都沒有感受到任何的震感 就以為這個地動儀其實是假的 根本上就不能夠預測 可能只不過這個機械當中 不觸碰到一些裝置而引發的 但事情過了幾天之後 在這個龍西地區就派人上報朝廷 原來當地發生了特大地震 連這個山體都崩塌 而龍西地區距離當時的首都洛陽 有一千多里 所以經歷這一役之後 大家就相信張衡的這個地動儀 是真正能夠預測這個地震 甚至乎連他的方位都非常準確 而張衡的官場生涯又如何呢 其實他做了太史令呢 你猜他做了多久 做了十年 不止 他一共做了十四年的太史令 當時很多人都笑他 做這個天文台台長 這個太史令這個職位做這麼久 都沒有機會升遷就被人笑 但是張衡本身根本上就不著重這個官場的職位高低 反而是最深研究他的這個理學 所以他最終可以說 無論是天文地理 或是這個數學歷法 甚至乎是文學方面 都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難得的全方位奇才 所以到現代來說 大家為了紀念他這個對於科學的成就 國際天文學界更加將月球上面的一座環形山 命名為張衡山 也都將太陽系內的1802號小行星 命名為張衡星 來去紀念我們中國的這位偉大的科學家 那他的地動移後來就失傳了 沒錯 那麼去到今天來說 我們只能夠按照當時古代所畫下來的圖像 去模仿製造 但是對於整個地動移的這個力學慣性原理 和這個地震波的傳播方向的方位掌握 今天我們就沒有辦法得知了 好 那今集關於這個張衡的故事就講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點讚 留言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再和大家講其他中國歷史 拜拜